譬如說我今天要把剛剛的改寫 剛剛是跳Input Box輸入 可是那個小小的看不清楚 然後那個Output是Mesh Box 也是小小的看不清楚 所以如果說我要解決這個方法 我乾脆直接拿什麼 拿Excel當成輸入輸出的一個介面 我UI就直接用Excel來處理的話 怎麼做 我DEMO 比如說我請輸入年齡 我就直接把我的標籤寫在 A1 把讓它輸入的地方寫在B1 OK 然後我輸出就是評語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的 輸入55歲 然後記得要跳離一下 按一下判斷 它可以幫我輸出評語 到這邊撞臉 OK 也就是說 本來Input是用Input Box 但是現在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直接讀取什麼 這個位置裡面的詞 也就是這個位置裡面的詞 我怎麼去透過VBA幫我讀取 其實相當簡單 VBA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Excel裡面所有的資料 都可以做任何的應用 也就是以前你只要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可以幫你全部解決 也就是以前你可能要做很多很多連續重複性的動作 那你只要會寫VBA的話 其實也就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完成了 全部都可以 你想說VBA有沒有限制 你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辦得到 OK 而且甚至可以把你一整天的事情全部出來 我剛剛講過 真的蠻多同學 學完之後 每天本來 以前的寫照是每天忙忙忙 加班還做不完 學了之後真的差太多了 感覺整個神清氣爽 愜意的不得了 而且還有時間跟他聊天打屁 事情還做得完不用加班 那就差太多了吧 所以有效率的工作跟沒效率的工作 真的差距太大了 這我也不是吹牛 真的我是眼見 真的看到了 同學剛開始 而且另外還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他的自信心 剛開始他沒有專業 沒有那方面專業的時候 真的很沒信心 感覺好像人家問他什麼他就會覺得 好像很困難 但現在不是 充滿著希望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OK 我也蠻有趣的 學這東西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好處在這裡 OK 因為你至少知道吧 你不會活在過去 像有些人就活在過去 聽他講話就知道了 聽他講兩三句話大家知道 他一直活在過去當中 像我都很喜歡把它喚醒 你不要再想過去了 看看未來吧 多麼美好 對不對 很多東西 會的都不一樣 OK 所以我們 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如何做剛剛這件事情 其實程式只要 改兩個地方就OK了 哪兩個地方 就是Input Box 改成這個 這個叫什麼 在VBA裡面 這個 它有一個物件名稱叫Range Range Range 刮壺後面跟他講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叫B1 所以你就給他叫做Range 刮壺 B1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讀取的話 就是放在後面 後面寫到前面去 那如果你要輸出的話呢 剛好顛倒 有沒有 把那個什麼呢 你要輸出的 寫在Mesh Box 換成Range B1 B2就可以 所以我的改法是這樣 一 我先到開發人員裡面 把剛剛的程式 稍微做個變 直接拿來改 我剛剛這邊改過 那改的方式的話 我直接拿什麼 拿上面的上面的來改 比如我第一個 我把這一段 我先刪掉 一 我直接拿上面的複製貼上 直接改一個Sub的名稱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 我複製貼上 以前是Ctrl C,Ctrl V 不過我的習慣是 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就Ctrl C,Ctrl V 所以你會發現 我常常都是 快速的複製 都是用這一招 Ctrl鍵按住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一隻手 我這一隻手要拿麥克風 所以我寫程式 真的只有一隻手 我都單手寫程式 所以我可以一邊單手寫程式 一邊另外一隻手還可以 像我記得我最辛苦那時候 小baby剛出生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隻手抱著小孩餵奶 一隻手還要寫程式 這是過去的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把這個名字改一下 年齡判斷2 那Input Bus 特別說 Input Bus 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 這個東西我剛剛講過 這個東西的話叫Range 這個可能要寫Rang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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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當然裡面應該是文字 不過我剛剛講過 在那個VBA裡面 他比較人情味一點 他就是不管 不過這也是缺點 因為很多學過VBA之後的同學 因為他包容性太大 所以反而忘記了 OK 應該要轉型 所以Python剛剛要轉 這邊不用轉 OK 然後再來的話判斷 那一樣呢 最後呢 他要把結果什麼 剛剛Messure Box 跳出來 不過你現在執行的話 應該會 應該也是OK 只是說他會怎麼 他會跳跳在這邊 但是我如果不要讓他跳這邊 我要讓他輸出到這裡的話 那我其實只要把Messure Box 改成叫Range B2 這個叫B2 所以改的方法就是怎樣 把這個Messure Box 然後呢 把什麼 把Range B1這個複製過來到前面 把他改成2就好 把他改成等號 那這邊改成等號 後刮弧拿掉 這樣就OK了 不過有很多個好像要這樣轉 所以我們比較聰明的做法 好像就是把這個有沒有 這個這一串有沒有 Ctrl H 然後直接把他改成這個 這個的話 Range B2等於全部取代 這樣比較快一點 糟糕 這樣好像上面也取代掉了 所以把他取 先不管 先把這邊先搞定 後面後刮弧拿掉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其實只是說 把剛剛的那個 Input Box 放後面輸入 輸出的話 就是把這個東西丟到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他的位置 那等號在這邊扮演的角色 特別注意 有點像是負與值的意思 把後面的東西 負與值到前面去 OK 所以這個概念要清楚的話 以後要改 應該就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寫好的程式 雲台上都有一份 一模一樣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我剛剛沒有切 試一下 在那個 我的雲端上面 也要把剛剛做的那個截圖下來 試試看 看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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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